我們展育教會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非常感謝主的安排 讓小弟能夠相隔將近二十年的時間 又來到我們展育教會 可以讓我們在這邊跟大家一起來學習道理 這邊以前我應該有來過兩次 有一次是靈恩會 那時候都是救會堂 後面小小的一個家人學校 那二十年沒見已經改變了 感謝主 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的是 神要丈量祂的店 我們來看紀錄十一章 我們來看紀錄十一章第一章 哇油11 哇油11 ayat1 那天到2 2. Kemudian diberikan kepada ku sebatang bulu seperti tongkat pengukur rupanya dengan kata-kata yang berikut bangunlah dan ukurlah baik suci Allah dan mesbah dan mereka akan beribadah di dalamnya 2. Tetapi kecualikanlah pelataran baik suci yang di sebelah luar jangan engkau mengukurnya karena ia telah diberikan kepada bangsa-bangsa lain dan mereka akan menginjak-ninjak kota suci 42 bulan lamanya kitab wahyu setelah pasal sebelah 其实已经快结束了 sudah akan berakhir kita lihat pasal lima belah di pasal ini sudah hampir akan berakhir dalam 12章以下 我们叫做 透洗 透洗的镜头 透洗的镜头就好比说 他抽出某一部分 再重新解释 说张以后 pada pasal dua belah ke belakang itu akan digambarkan diambil sedikit dan diturangkan kembali 为了让我们 对某一部分 有了解 agar kita lebih mengerti dan memahaminya dia mengambil sebagian dan diturangkan kembali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 当第七号吹响 其实就是 主从天再来 Sangka kalah ketujuh dibunyikan itu menandakan bahwa Tuhan akan datang kembali 所以 所有章后面 那个都是 透洗的 特别 特别 拿出来解释 setelah pasal dua belah itu sebagian diambil dan diturangkan kembali 那在这个 莫测号筒 吹响 以前 sebelum Sangka kalah ketujuh dibunyikan 十一章的 第一节 就谈到 说 有一根尾字 示给 这个 约翰 disini dikatakan bahwa di pasal sebelah ad-satu ada sebatang buluh yang dibelikan kepada Panatua Yohannes 然后呢 叫他说 起来 因为这个尾字 要当 两度的 就是我们 所谓的 尺 dan ini dipakai sebagai tongkat untuk mengukur 那 叫他 起来 两 三个 方向 untuk mengukur tiga bagian 一个 神的 定 第二个 这边 我不知道 你们 印语文番 什么 mesbah 是 经堂 yang kedua adalah mesbah 那个 原文 原文 只有 谈 一个字 bahasa aslinya itu mesbah 那 废墓 里面 只有 金香 堂 di dalam bayi tsuji hanya ada satu mesbah 那 祭 祭坛 是在 废墓 外面 所以这个应该是指着香坛 烧香 那再来还有第三个店中礼拜的人 那特别讲到如果这个时候还在店外 那就不要量了 因为最要留给外邦人去见他 到时候被外邦人见他42个月 那我今天晚上就分享这两集圣经 他这边讲到 用一根尾子来当量度的帐 好比说我们要盖一个房子 一定要有用词量的很精准 就像我们要建一间房子 我们要用词量的方法 不可以有偏差 因为偏差这个房子盖起来 一定请谁 所以这边在讲这个尾子 当量度的帐 其实就是标准的意思 他跟21章第9节用金尾子有差别 21章第9节 为什么那个地方用金的尾子 因为描述到那个时候教会 已经经过操练装饰 所以标准比较高 所以用金的尾子 那这边呢 他只是用尾子 代表神的真理 因为神的话 就是我们生活的标准 也是我们建造教会的标准 所以他用尾子 当量度的帐 就是用真理 要来跟我们量一下 与于整理的意思就是 保守 所以 聚者是 不让外敌欺贸你 不让外敌欺贸你 如果不良的话 就是任凭你 任凭你 那就交给外邦人静态 所以你看第二节它就不良了 因为在殿外它就不良 就是任凭你了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接受主的掌量的话 那表示神爱我们 那我相信我们在这所有弟兄姐妹 都是神所爱的人 那他要两个三个对象 第一个 神的电 第二个 乡坛 第三个 电中礼拜的人 那我一个一个来分享 他首先要量的是神的电 你在读经的时候 如果看到他是神的电 你都要往两个层面去思考 第一个层面就是 我们众人的集合体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电 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集合起来的 那另外一个神的电 主要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就是圣灵的电 那现在说他要量神的电 我们先谈量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电 唯一的神的电 那他要量神的电什么东西呢 教会 根据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 提摩太前书 三章十五节 说教会是真理的知识跟根基 意思就是说 这个教会啊 它是真理的柱子 还有它的根基 那它是真理的知识跟根基 那他要量就是量说 我们这个教会 到底有没有按照真理去盖 去把它建造起来 那一直传到现在 这个多久的要道 到底有没有好好把它保守好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谈解 中文部 Newton 清单 第一端 一字到十四节 改变ั้ 莠�ov 19 七red 公园 简直 sim 你看他,保罗临终之前,交代这一帮助, Timotius。 所以, Rasul Paulus, sebelum meninggal, ada berpesan kepada Timotius, 说从前所听到的纯正话语的规模, 简单讲就是,全被死人夺旧的福音, 那这个福音,保罗已经交通给 Timotius, 希望 Timotius这一帮继续发展光大, 他就问 Timotius, 到底有没有用信心跟爱心, 还有靠圣灵,然后老爸他守住, 就,到末世就非常重要。 因为,根据启示录的预言, 末世会有许多假先知,敌基督者的出现。 那这些敌基督者不是从外面来, 是从我们中间出去, 来证明他的生命归属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过去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啊。 所以他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 有些人可能一路感情的关系会随从他。 所以越到末世, 越要把这独旧的要道牢牢的守住。 你看他说,要靠信心跟爱心。 并且要靠圣灵到老宿主。 这就是良教会。 他还要良教会哪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于基督社新冠主。 我们看治аты现实二章。 我们看治疗事基督社imientos。 我们看治疗事基督社issen。 我们看治疗事基督社里22— something是12章。 治疗事基督十一、繁雎视 Look fem绪至20。 治疗事基督社区者经济地完成。 它就是神心目中理想的圣殿 那个圣殿 至终要落实在圣灵所建立的神的教会 所以如果有空你再去看 40章一直看到48章 完全在讲我们末世独旧的真教会 到了42章的时候 你看这个二十节那边 你念好 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 二十节 四十五章 四十五章 四十七 因为从四十章开始 他在讲圣殿的规模 他提示完以后 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节 十五节到二十节 以圣殿为中心 向东西南北量五百走 五百走 一走 一走就是这边到这边那么多 大概四十五公分 四十五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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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公里半左右 他由圣殿 中西南北 这样往外两公里多 然后踏远去 在两公里外 盖一个高墙起来 那這邊就講,分別聖地跟俗地 圍牆裡面聖地,圍牆外面俗地 這個其實在提醒我們的幕後真教會 尤其我們服侍神,更不能效法世界 我們要相信神,不可以效法世界 那教會更不能俗話 你不要看說,有很多基督教派 又跳又唱又怎麼樣 我們應該也跟他們一樣 我們有我們神的教會的規模 我們不用去學一般素素的教會 這是兩教會方面 那如果聖地是指著我們的心呢 我們的心就是聖靈的電嘛 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六節 一直到十七節 神的電是聖的 因此我們應該要追求聖節的生活 讓我們的心從宿罪出來 特別思想、觀念都要從宿罪出來 尤其是我們想要出現 這樣的話 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才會充滿 如果我們的心是神的電 如果心思、意念都是在想宿罪的東西 你想聖靈會高興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從世界出來 那主耶穌在傳道的時候 曾經兩次到聖殿 把那些賣牛羊的趕出去 第一次是祂剛出來傳道的時候 第二次是祂要最後一個禮拜要受害的時候 他看到聖殿怎麼一大堆賣牛羊的攤子 對範銀錢的地方 他很生氣 就拿這邊把那些賣牛羊的趕出去 然後講到一句話 我覺得這一句話 值得現在信徒深思的地方 我們看《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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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13 你们竟然让她成为借窝 为什么会成为借窝 因为贪囊占据了我们的心 因为贪囊 贪心 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 所讲的杀种在荆棘里面 荆棘就是有很多欲望 还有今生的思虑 它会让我们的心没办法平静 那我们的心没办法平静 怎么能够在心殿里面跟圣灵交往呢 怎么让圣灵充满呢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越到末世 神对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会越高 因为她要受很多恩典给我们 结果看到我们的心拼于谁 圣灵会嫉妒哦 就好像好比说夫妻的爱 是不能容许第三种的介入 亚古书第四章第六节那边就讲到 这是圣灵的度爱 他在度计你 因为你的心偏于谁 所以如果你发现 你的心常常啊 不能平静 很勇闷 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所以如果 hati kita kadang tidak damai kita harus renungkan 或是有时候 温身不对劲 做也不对 堂也不对 就感觉温身不对劲 所以比如说 我们坐不正确 berdiri不正确 这个时候大概就是 圣灵在提醒你 那你不要把圣灵的感动 灭掉 所以我们要把圣灵的感动 你一而在 再而生把它灭掉 他就任凭你 等到你 但是我们可以避免 要尽量避免 这是良神的定 第二个 良相谈 因为那个 旧约里面的会幕 他分成圣手 跟后面 祖圣手 他分成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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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后面 祖圣手 祖圣手 放一个约会 圣手 放三个东西 北边的金灯台 金灯台 金瘦的灯台 南边的灯台 有那个十五块饼 放在桌子上 然后隔着木板 对着约会 中间这个 是金香坎 基斯每天 的工作就是 到会幕里面 去清油灯 然后工作 在那时 那个灯 那个灯 24小时 不可以洗 那每个礼拜要放成熟饼 然后在那个香坛那边烧香 那香坛的烧香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祷告 所以他要量香坛在量什么 其实就是在量我们的祷告生活 主快来了我们有没有把祷告生活建立起来呢 神是灵我们唯有透过祷告才能跟祂交通 要靠圣灵祷告跟神交通 所以每天要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祷告 睡觉之前有没有感谢祷告 用餐有没有献上感谢 然后祷告的内容是不是为众教会祷告 为教会里面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 为传道人祷告 你会发现你在教养的历程里面会很轻松 因为神会亲自牧养你的孩子 而且在祷告当下 你应该要从小带领你的儿女 养成这种祷告习惯 这是我们每天的信仰生活 好 那这个烧香 它有特别规定 不可以烧一样的香 所烧的香是指定的 你看除了几句三十章 三十章 三十章 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那个就是在讲用什么材料去奏向 在六十三中 Want 三十三文章 他们说的 有何章 我们的想想 是 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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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祭司每天要烧的香就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的 而且特别规定一般百姓不可以为了闻那个香味去做 好那你看三十章第九节 你看他就被特别交代 在香坛上所烧的香不可以一样的香 一样的香就是没有造三十四节的规定的方式做的那种香 那以我们今天的教训是什么 就是你祷告的动机不存 我们祷告是要蒙神垂听 但是你却烧一样的香又不存的动机在祷告 好像什么 好像什么 那是最典型的动机 我们祷告 最主要目的就是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哦不是像这边所记得 为了要让别人称赞我们说 哦你很虔诚哦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主耶稣说 你的祷告神不会确定 因为你是为了得人来的荣耀 那神不会给你祷告 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 要好好想 我们的动机出于哪里 然后还有一种 你烧香的火 不可以随便哦 去饮火不可以哦 祭司要到会幕里面去烧香 他要拿自己的香炉到祭坛去饮火 祭坛的第一把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然后规定祭司24小时轮班 不可让那个祭坛的火洗美 那他要到会幕去烧香 他要拿香炉去祭坛引火带进去烧香 你看亚伦的两个儿子 两个老大老王 他就是去献坛火 可能是用他煮饭在用的那个火 所以他到那个香坛那边去烧香 一烧神就马上击杀 这是记载在立位记 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 应该是为了属灵的事情 所以祷告一些美善的事 我不是求一些素素的东西 不可以求一些素素的东西 你看亚伦的书 第四章的第五节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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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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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忘求 忘求 忘求 就是 乱求 所以 meminta tidak berkenan dengan Tuhan 因为他求的目的是要 浪费在燕露中 所以他祷告 就是满足他的贪欲 这样的祷告 神不会喜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是神的电 礼当 献上 神所越纳的灵迹 我们要求 每天 和神 记得 2 1 1 1 2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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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既然是圣灵的灵魂 我们是灵魂 所要奉献神手悦纳的灵魂 为国家祷告 为宗教会祷告 为一切软弱的人祷告 为传道人祷告 这是我们每天所要献的灵魂 这是神所悦纳的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 神一量就很高兴 他要量的第三个方向 电中礼拜的人 要量什么呢 今天我们说神是灵 拜祂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祂 所以我们坐在这边拜祂 神在量我们 到底有没有用心灵跟诚实在拜祂 什么叫做心灵跟诚实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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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需要用心灵跟诚实拜祂 其实简单讲就是靠圣灵在真理里拜祂 这个只有我们真耶稣教会才有的 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圣灵建立的教会 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领受圣灵 所以我们只有我们才有办法 靠圣灵在真理里拜祂 真理就是神的心 那你按照真理拜祂 你就按照神的心在拜祂 那一定拜到神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靠圣灵在真理里拜祂 也就是靠圣灵去明白真理 靠圣灵与情欲增长 把我们所学到的真理实践在生活里面 那这是神最喜欢的事情 一直到最后我们就能基督成行在我们心中 这个就是神要量的方向 好 那十一章的第二节就是说 店外的就不要量了 我们每一个人 因信耶稣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 好 那你祭司的生活应该是在会幕里面 你的工作应该在会幕里 这个主要来了 你竟然在圣殿外面 如果我们还是在外面 难怪主耶稣说不要量了 不要量的意思就是说 任凭你 所以就不再保护你了 不再保护你了 不再保护你了 因为时候已经到 你看 十二十二章 全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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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讲到,时候不多了, 这个时候,你当祭司,你还不圣洁, 还不义, 神就说,认凭你, 不再量你了, 随便你了, 那如果你追求圣洁,追求唯一的, 祂就更保守你, 可见,越到末世后, 虽然大家同样坐在这边,在聚会, 可是恐怕,有某些人, 他的生命归属不一样, 在店外, 到时候,神就认凭你, 不再保守你, 到主快来之前,就交给外邦人, 见他, 那时候,神就会来, 让他进行给外国人, 那个四十欧个月就是, 启示录所讲的, 一千两百六十天, 一千两百六十天, 也就是但依礼书的, 最后的一七之半, 一七,七,七的半, 等于就是最后的操练时期, 那我们都期待, 主会是保守我们, 在这种操练的时期, 保守我们, 所以,我们要自己, 经得起主来量我们, 好,做一个总结, 你看,这边要量的, 三个方向, 其实都是主做我们, 第一个,量神的电, 我们就是神的电, 我们众人集合体教会, 就是神的电, 第二个,相谈, 我们的祷告生活, 第三, 殿中在礼拜的人, 也是我们啊, 所以,我相信,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都是属于圣洁唯一的一群, 也许, 一群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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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一群的主义, 只要是一群的主义, 然后可以和我们量, 因为神和我们量, 就代表神爱我们, 祂要保守我们, 祂要保守我们, 神保守我们, 这个世界怎么演变, 对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因为我们是一群的主义, 所以,我们要努力追求, 我们要努力追求,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当神量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激烈的, 我们的心就能够很安然, dan hati kita akan damai, 感谢大家分享到这边, 感谢观看